台湾真的很安全 原来波兰人是这样想的 是政客在操纵死亡的数据 对台湾跟波兰防疫之间的看法 反戴口罩的示威活动 都是确诊了新冠肺炎 哈喽大家好 我是May 因为有点感冒 所以我现在在居家隔离中 那今天是我隔离的第11天了吧 今天呢要来问几个波兰人的看法 为什么波兰疫情会这么严重啊 或是知不知道台湾防疫做得很好 就来听听看波兰人是怎么想的吧 我在这边有收集了一些资料 我大概反问了十几个人 我首先当然是就是先问他们说 诶知不知道台湾哪里 有没有听过台湾 或是有没有来台湾旅游过 就有人回答我说 有认识但是我没去过 那有些人就直接回答不知道 对 那如果他说不知道的话 我就会跟他说台湾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 而且有很多好吃的食物 人们都很热情 有机会呢 你一定要来台湾旅游 大部分的波兰人都说没有听过 然后有听过的呢 就是会把我们跟其他国家搞婚 比如说以为台湾就是泰国 因为英文都是T开头 再来哦 还有一个人跟我说 知道它是中国的领土 这时候身为一个台湾人 我就必须严厉的纠正他 我就跟他说 No 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然后他就回我说 哦 OK 现在我知道了 也有人说 哦 他知道台湾 但是他不太清楚台湾的资讯 但是他知道我们跟中国有政治的关系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我就说 我是台湾人 我不是中国人 所以他就说 他可以理解 为什么我会特别强调我是台湾人 我问他们说 为什么波兰的政府已经有做出防疫的政策 但是确诊数却无法降低 那就有一个 他回答的我有点看不懂 我理解呢是他觉得人们还没有做好抗疫 不知道他就是这样写的 他觉得呢自己变强壮相对来说比遵守那些防疫的政策还要安全 政府的政策要遵守 但是不能过于强硬 太多的规定同一时间出现了 而且是在错误的时间 所以让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另外一个人就回答我说 他觉得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每一项都正确 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可以举例吗 他就说政府下令健身房餐厅都要关闭 到了夏天的时候他们放宽了限制 不一定要戴口罩 但是呢因为现在感染的人数又增加了 所以他们的医疗没有办法负荷 就是导致医疗的效率降低 他认为说政府在限制人数的前提之下 可以开放所有的商店 而不是把它全部关闭 再问了另外一位 那他的回答是 他觉得有些政府的限制太过于激进了 然后因为这一些决策 让波兰的整个经济系统被破坏掉 他认为应该要跟病毒对抗 而不是关掉所有的商店跟餐厅 这个人民没有办法接受 再来我就问他 对于戴口罩这件事 他有没有觉得说戴口罩能够保护自身的安全 就有一个人回答我说 他觉得戴口罩有好有坏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生病了 我戴口罩我是可以保护别人 但是如果今天我没有生病 我去戴口罩的话 那等于口罩有点阻碍了我的呼吸 这个想法我觉得蛮酷的 阻碍呼吸吗 台湾可能出门戴口罩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欧洲人他们不太戴口罩 我就问他说 那你们在疫情之前是会戴口罩的吗 就有人回答我说 他从来不戴口罩 他以前就算生病也不会戴口罩出门 那现在戴口罩呢 是因为政府已经有这个政策 就是强制他们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他也觉得疫情蛮严重的 所以他现在才会戴口罩 另外一个人是回答我说 他以前从来不戴口罩 除非去克拉克夫 我就想说 为什么是克拉克夫 然后他就跟我说 因为克拉克夫的空气污染很严重 我就说 那你不觉得他也是保护你自己吗 他就说没有 如果我自己生病的话 我戴口罩 我可以污住我的口鼻 那我就可以保护别人 不接触我的飞沫 因为细菌不一定只会从口鼻进入 也有可能从眼睛进入 所以呢 如果他自己生病 他戴口罩 就可以保护别人 可是如果他生病没戴口罩 别人却戴口罩的话 那他的病毒 还是有可能从别人的眼睛进入 所以戴口罩不是保护自己 而是保护别人 那他觉得呢 勤洗手或是消毒 或是少跟人家见面 才是一个保护自己正确的方法 再来的问题呢 是知不知道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 那几乎大家都说不知道 我就有跟一些不知道的人说 台湾已经超过200天都是零确诊 他们说哇那台湾真的是 do a good job 他觉得波兰要达到像台湾一样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另外一个朋友他是直接找了波兰人在讲台湾防疫的一个新闻给我看 然后我就觉得哦 所以波兰还是有关注到台湾防疫做得很好这件事情 觉得蛮欣慰的 下一个问题是 那你们对于波兰现在疫情的看法是如何 就有人回答说 他对健康系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但是呢必须要想办法生存下来 那他就跟我分享说他爸爸去检验 结果呢呈现阳性反应 我就提醒他说 哦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 而且要戴口罩清洗手 那再来有一个比较令我匪夷所思的回答 他是这样说的 他认为疫情并没有像新闻所说的那么严重 啊当然如果是老人家生病的话 那这个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但是波兰每个人或是大多数人都觉得 是政客在操纵死亡的数据 我听到有一点不可置信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点出了政客在操纵这个想法 我就觉得嗯蛮酷的 原来波兰人是这样想的 再来我就会说为什么波兰疫情会这么严重 那就有人回答我说 因为人们可能比较没有纪律啊 不想要遵守政府的规定 有些人也觉得说是政客的管理不善 就是他们政策有点翻反复复 那人民就觉得他们缺乏了果断跟正确的决策 纵观以上所有的问答之后呢 我来讲一下我对台湾跟波兰防疫之间的看法 那像我之前还在台湾的时候 我有听我波兰的同学就讲说 他们呢进商店是规定一定要戴手套 但是不用戴口罩 我就觉得嗯这个规定蛮难懂的 波兰规定说商家不能提供内用 不能复现只能刷卡 这样子可以减少接触 出外一定要戴口罩 坐公车的话也是有限制人数的 那我觉得他们的防疫跟我们的防疫差在于 人民对于政府决策的信任度 就比如说他们会觉得政府下令关掉所有的商店 那这是一个不对的政策啊 为什么我们要遵守 或是为什么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大家都戴口罩就会造成恐慌 就是明明没这么严重啊 然后却被政府这样搞得很像这个疫情很严重 这是他们人民的看法 就是跟我们台湾人民的思想就比较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他们觉得说 戴口罩不是在保护自己 9月的时候在华沙 就是波兰的首都 还有举办了一场反戴口罩的示威活动 在那个示威活动上 所有参加的人都没有戴口罩 对就是他们会有拒绝遵守政府措施的这种活动 我前一阵子在我IG上有po说我人不舒服 我觉得我有点咳嗽 然后我就开始进行自我隔离 那我隔离的第一天呢是 喉咙痛发烧四肢无力跟肌肉钻痛 第二天是咳嗽发烧然后头痛 第三天又好一点 但是第四天的晚上我又开始头晕发烧 再来到第六天 我嗅觉丧失了 味觉也丧失 去聚餐的那一群人就有人去医院做了检验 呈现出来是positive 因为我没有去做检验 我也没有办法确定说 我是不是就是确诊了新冠肺炎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80%吧 我就是希望说 大家真的是要健健康康的 然后也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的趋还下来 台湾真的很安全 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里结束啦 还想要听我拍什么样的内容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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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